蓝莲花 听许葳的歌可以救命 这没有任何夸张的成语 一首蓝莲花不知治愈了多少抑郁症患者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几个不同歌手翻唱的蓝莲花 看看谁更打动人心吧 张恒远曾是中国好声音的亚军选手 他唱的蓝莲花让人记忆尤为深刻 一副男孩念孔 演唱视角却是一个向往自由的男人 时隔多年再唱更是稳定自若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许葳的这首蓝莲花 还深受许多年轻人的喜爱 因为他们崇尚自由 向往自由辽阔的生活 在某毕业典礼上 一位学长现唱这首歌 就引发全场大合唱 并刷屏全网一唱成名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访为父亲 如此的清澈高原 盛开着永不凋零 闹发 盛开着永不凋零 担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在发现脚下的路 谭维维嗓音轻亮 音域宽广 音色极具变十度 尤其是她的唱腔 在声音上非常霸道 翻唱许巍的这首经典 相当大气豪迈 充满了力量感 堪称教科书式的翻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